不少小伙伴想要老毛重新统计 湘北队伤亡的球员数据 今天他来了 我仔细重看了两遍漫画 得出了个人认为比较准确的数据统计 同时将未展示的分数 按照个人理解进行了分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场世纪大战 各个球员的表现究竟怎样 觉得不错的话记得点个赞哦 首先是上半场 比赛的走向大致如下 因为安西强麦的排兵不正 掌握主动权的反而是C级球队湘北 出段以三井为主的策略起到奇效 小三连续命中三级三分 外加一次助攻 帮助湘北维持着五分的优势 上往这边基本是见招拆招 加上泽北知识不在状态 只能被松本换下 所以比分一直处于落后 哲堂本派出小荷田练兵 安西洞察到其弱点 转而以樱木为进攻核心 最终樱木完胜小荷田 湘北一两分优势结束上半场 上半场湘北花明有展示的数据为 赤木两分 两助攻 投篮一中一 樱木花道8分 两失误 半归一次 投篮四中四 下半场有个时间节点 会明确樱木有抢到十个板 所以上半场他的篮板数据未统计 刘春风4分 投篮一中一 滑球二中二 三锦兽9分 一助攻 投篮三中三 全市三分球 攻城两田 0分 一助攻 两抢断 投篮一中0 失误一次 上半场湘北总计36分 未展示的分数是3分 由于未展示的分数 属于刘春风下场阶段 所以他的得分没有变化 而这个阶段 安息制定了 以樱木为进攻核心的战术 因此当中肯定还有樱木获得得分数 不过建议堂本 不会放任樱木得分太多 且大河田非常善于补防 所以13分里 大概有4分可以划给樱木 樱木总得分 上升至12分 结合上命情况 大河田在帮小田补防的时候 赤木会有不错的得分机会 因此13分里 可分给赤木4分 赤木总分 上升至6分 攻城和替补上来的木木 对位杀王的深境和松本 大概率无法取得分数 所以13分里剩下的5分 只能落到还有站立的三井头上 古三井总分来到14分 向北未展示的5到6次进攻机会 攻城应该能获得2次左右助攻 所以他的助攻数据 上升至3次 杀王这边 外面有展示的数据为 野边降广 2分 投篮1中1 河田牙屎 6分 一篮板 投篮3中3 泽北荣治 4分 以盖帽 投篮2中2 失误一次 犯规一次 深境1成 2分 和田美激男 4分 一失误 一犯规 投篮3中2 一只苍聪 一抢断 一失误 杀王半场 总计34分 未展示的分数为16分 和刘春风一样 泽北在分数未展示时已经下场 所以他的半场得分不变 和他一起下场的还有野边 而小和田已经被樱幕吃透 一只苍泽明显就是来消耗三井体力的工具人 两人都不太可能得分 因此他们分数也维持不变 未展示的16分 只能落到大和田 生金松本三人头上 赛前唐本曾安排生金多多进攻 生金也领会了教练精神 再加上他对位攻城身高上的优势 16分里他该拿大头 大约8分左右 生金总得分升至10分 至于大和田 是在下半场才把赤木信心彻底摧毁 以及松本也是在下半场 武藤才称他为次皇牌 他们上半场的得分都不会太高 顾两人平分剩下的8分 大和田总分升至10分 松本升至4分 大和田和松本大概有四次进攻机会 生金可能会得到两次助攻 他的助攻次数升到7次 时间来到下半场 比赛形势风云突变 上网通过强势的全场紧逼 瞬间将分叉拉开到20分以上 安西紧急用掉所有暂停来开导�幕 湘北中将在櫻幕的引领下进行反扑 一度将分叉破剑至8分 这激起了泽北的怒火 他火力全开 在比赛还剩5分钟的时候 再度将分叉拉开到19分 最后刘川峰觉醒 三井开挂 由母带伤绝杀 湘北最终完成世纪大翻盘 下半场香北所有分数均有画面 上网未展示的分数有5分 都集中在下半场初期 考虑到海南队说 松本在下半场表现特别突出 但实际上松本有画面的分数 仅有5分这点 可将未展示的5分全部分给松本 如是可得出两队球员最终数据 湘北队 赤普钢线16分 三篮板 两助攻 两盖抱 投篮9中5 发球3中2 失误两次 犯规两次 櫻木花道18分 13篮板 两助攻 三盖抱 一抢断 5失误 两犯规 投篮9中7 刘春风13分 两篮板 三助攻 一抢断 三失误 三犯规 投篮12中5 三分球1中1 发球2中2 三锦兽 30分 两助攻 一抢断 投篮9中8 三分球9中8 发球1中1 攻城两田 两分 两篮板 九助攻 三抢断 五失误 两犯规 投篮3中0 三分1中0 发球2中2 上王这边 野兵将冠2分 三篮板 投篮1中1 何田牙史19分 四篮板 四盖茂 一抢断 一犯规 投篮10中7 三分1中0 发球1中1 泽北荣志 26分 三盖茂 四抢断 三失误 两犯规 投篮15中12 三分1中1 发球1中1 松本忍 14分 一抢断 一失误 一犯规 投篮5中2 发球1中1 升级一程 13分 一篮板 11助攻 一抢断 一失误 一犯规 投篮2中2 三分1中1 何田美技男 四分 一失误 两犯规 投篮4中2 一只苍聪 一抢断 一失误 除了得分以及阴谋的篮板比较准确外 其他数据因画面未展示无法推测 好了 下面老生常谈的问题来了 本强比赛的MVP 到底该给三井还是櫻木 从数据上看 櫻木更加全面 除了得分和命中率外 其他数据都比三井更好 尤其是这13个篮板 更是香北流转颓尸的宝杖 再加上我们从漫画里知道 如果不是櫻木这股不服输的菜鸟精神 香北早就在精神层面已经放弃了 所以如果站在读者角度 我肯定把照片都给櫻木 可如果我们站在评委裁判的角度呢 三井的得分实在太过耀眼 命中率又出奇的高 关键别看他下半场一副残血模样 那不是没有一次失误 比起义木的五次失误 实在是优秀太多 所以如果是在现实比赛里 获得MVP的球员 大概率会是三井 你有不同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